各位玩家大家好 欢迎来到报名说 这期话题们说说北欧时报披露 北溪管道是被英国的核潜艇炸毁的 2022年9月26号 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北溪二号管道被炸弹 举世哗然 事件发生一年多以后 西方涉案国家包括瑞典 德国依然不敢公布结果 人们普遍怀疑是英美特种兵炸弹了管道 目的是彻底的断结 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 最近一位自称叫做莫蒂尔的研究者 通过分析大数据 认为爆炸案确实是英国特种兵干的 他的分析结果发表在北欧时报上面 这位研究者的主要依据是 英国基敏级核潜艇伏击号 在爆炸事件前后的动作不太正常 2022年10月12号 北溪管道已经被炸毁 当时的国防采购大臣雅利克·歇尔布鲁克 带着记者去参观英国的伏击号核潜艇 在采访画面上 人们发现伏击号上面的甲板搭了一个帐篷 基敏级是一种攻击型的核潜艇 上甲板没有导弹发射管 所以没有搭帐篷维护的需求 在这个位置出现帐篷 又不曾传出潜艇大修的消息 那么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 用来实施特种作战的 用核潜艇的部署和收回特种挖人 是很多国家海军都采用的战术 为了保证潜艇的安全和特征兵水下活动的方便 美国专门设计了所谓的干甲板部署器 安装在核潜艇的上甲板 与潜艇内部连通 特征兵出击的时候 从潜艇里面打开舱盖 进入这个部署器 然后关闭舱盖 部署器注水之后 特征兵驾驶着水下航行器离开 英国没有公开展示过这样的部署器 2022年4月28号 基敏级核潜艇在挪威附近 参加北约军事演习 他扶出水面以后 特征兵出舱来到前脚板上 展开橡皮快艇出击 然后核潜艇下潜离开了 没有展示潜水动作 但我们知道 英国有一家叫做佩里斯林斯比系统的企业 擅长生产潜艇救援器 解放军的海军也买了一些他们的产品 这种救援器其实就是微型潜艇 如果其他潜艇在水下除了事故不能上浮 就把这种救援器放下去 对接到潜艇上可以把里面的人烟救出来 救援器上有机械手 灯光 声纳 水下摄像机等 英国如果要将潜艇改造成特征兵水下作战平台 显然从技术上就完全能够做到的 至于前往执行任务的挖人特征兵 可能是所谓的潜水和威胁应对小组 这个小组在2022年初成立 时间在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发生前不久 名字叫做Alpha中队 中队长曾经接受采访 说他们搞特种作战 使用的装备当中包括自主水下航行器和遥控的潜水器 这个小组成立以后马上就联系到美国人 包括联邦调查局的反爆炸部门 美国海军的爆炸物处理团队 搞了一个星期的教学研究 具体内容是水下爆炸之后的取震技术 时间感到这么凑巧 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了 其实英国海军在二战时期就有挖人部队 公开说法是负责保护主力舰队清除水雷 实施其他水下特种作战 诺曼底登陆前夕 挖人部队多次前往法国海岸 炸毁德军的防御设施 为登陆作战开辟通道 搞水下爆破 对英国人来说是有历史传承的 现在不过是把特征兵的具体编程 做一些调整 装备技术上做一些升级换代 这就是说 英国海军肯定是有能力炸掉北溪管道 但海军不可能擅自行动 尤其是精锐特种兵 没有政府高层的命令是不能出动的 莫蒂尔又发现 2022年9月21号 也就是爆炸事件发生前五天 当时担任英国首相的特拉斯女士 跑到纽约的联合国大会 公开表示 英国政府正在切断俄罗斯的有毒能源管道 加强西方的能源弹性 不受到俄罗斯鲁莽行为的胁迫 或者是伤害 第二天 特拉斯就参加了与拜登政府的闭门会议 然后就躲起来了 直到北溪爆炸案三天之后才露面 而就在这一天 英国再次成为了能源的进出口国 这是44年来的第一次 那上面这些分析 都是根据公开的消息整理的 其实就在爆炸案发生后不久 俄罗斯就公开指责 英国政府制造了这个事件 俄罗斯呢 显然有更多的隐蔽战线上的手段 来获得真相 两相对比 英国政府的嫌疑是越来越重 这也符合英国 几百年来的基本国策 那就是不允许欧洲大陆联合起来 过好日子